Hello 大家好 我是维恩 这是我女儿 特特 大超知道镜头在里面 好可怕 你知道 她从以前就这样 从四个月来三次 她快看到那个镜头 她就知道 她要工作 要拍照 十个月大的特特 果然有奶母之风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很会找尽头 还知道要不时送上超萌微笑 对 好棒喔 她兴奋 她只要一兴奋就这样 她是一个很收拎的宝宝 我讲什么她都听得懂 所以我都会跟她讲说 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 妈妈会很爱你 特特是许维恩和先生王家良 努力许久才得到了礼物 今年42岁的她 在怀上特特前 曾试过两次人工受孕都失败 索性最终依旧靠着 自然怀孕的方式有了女儿 我觉得生完特特之后 我的确改变很多 因为那就应该是这样说 母性的爆发吧 就我觉得好像 其实我现在所有的动力 都是来自于我女儿 就是我想要做更多 然后未来 她或许可以承接 或者是她不需要那么辛苦 对我而言 我可以还是可以 给她当作靠山 但是她在去外面 面对社会的时候 她是有责任感和勇于 去受到挫折和挫败 要勇敢 有孩子后总是会想得很远 想给他们最好的 细心呵护照顾 就怕孩子生病或受伤 像前阵子 特特在地板爬行时 误识了别针 就让她自责到不行 有时候有东西噎到 我说不对劲 就让她把它拍出来 可是她也是很痛苦你知道 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噎得很这样 那只有哈姆尼克法 可以让她吐出什么 然后就快要晕倒 我说准备要拿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把她快点 然后我说好 然后我就喷出来了 瞬间就吐出来 我跟家长都还蛮愧疚的 这件事情 怎么会没有注意到 幸好是后到医院检查 特特没有大碍 心中的大石才终于放下来 而许维恩近期 也因为想替特特 添个手足积极备孕 打排卵针 女生对女生而言来讲 其实针不痛 打那个针不痛 痛得和 痛得和那个情绪 是整个心理 那是心理上的煎熬 和等待还有落败 会大哭一场 可是大哭一场之后 我都会告诉自己 没关系 对 这就是缘分 然后你 你已经尽力了 我都告诉说你尽力了 不管怎样都尽力了 然后就好好工作 然后好好享受 现在的人生 但打排卵针后 造成了体态水肿 却遭到酸民无情攻击 那我也是很直接就告诉他 对 我现在就在打排卵针 我就这么抗 没办法 我必须要面对 那你们能不能接受 那就看你们 可是我会尽量做好 我艺人该有的职责 但当我没有再继续打的时候 我就会好好的收下来 就这样 但是我在被孕的过程中 我是想要我的小孩 有充足的一个很好的家 可以让他怀孕 在女儿面前 她是为慈爱的母亲 而在职场上 除了艺人身份外 她还是拥有娱乐经纪公司 电商平台 医美等多项事业的干练女老板 我们平常都会 由第三方的认证实验室 来帮我们做认证 嗨 你好 现在今天做的项目是什么 我们今天做的是农药残留 因为不含农药 所以不会侦测出去很好 为了自家电商销售的 海洋深层水来到实验室 从水质到平生的颜色 许维恩一一把关 我喝了16种不一样的水 然后这16种有冰和不冰 然后又再分开说 还有哪一种矿物质要高一点 寒美要高一点 还是天然深层水要在 就是很多种你知道吗 我就一样试一试过 觉得不错的 然后市面上比较 没有那么大众的人会知道的 也会放在上面 很多人都是很大众化那种电商 我没有真的是很取向 跟搭拼那个什么量 我只是希望我的独特性和稀有度 很有生意头脑又热爱接受挑战 最近还买下了原创IT 要开发成电视剧 你要说是副业吗 我都觉得都快变主业了 这是一种安全感你知道吗 我可能觉得我要有做一些事情才会有安全感 然后又很喜欢去尝试新鲜的东西 很多新的计划 可以讲 但是这个规划我是交由给我老公的 下集 但是我不是最主要在台湾开 我想要把它做到最表最好的台式套餐 做完之后我会到国外各个国家吃 创业点子源源不绝 更懂得要与时俱进 见好就收 应该说跟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我会尽量跟他们接着 大家都在讨论 我就想去唱这样 可能那个东西已经没有再流行的时候 我应该就是 我就很快地把它收起来 就是不想要再去浪费时间 他现在听不到你说话 你要什么要说我 快拿婚后 YT不是我赚钱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只是希望我想要认识一些YouTube 然后想要认识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现在都是YouTube的世界 我有那些交流 我才会知道说 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哦 可以试试看 做一些什么东西 方涵经营YouTube频道 背后的原因也有着企业家思维 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但是我都会说这个想法 然后我就会跟我身边的同仁讲 我们来做好不好 只要那个节奏是空的 但是我就可以安排 但是我会跟他们讲 我要陪我女儿的时间 我要保留 在家庭和事业坚持的平衡 许维恩尤其感谢有个神队友 但和王家良在2021年公开恋情后 同年就登记结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婚礼延到了2022年才举行 许维恩在王家良身上 找到了安稳又踏实的感觉 两人的好感情羡煞旁人 就算偶有争吵也能理性沟通 因为我们两个个性都很抗 就是你想要生气的时候 他一想就是 我们要不要好好聊一聊 就这样子啊 你觉得你刚刚那样子对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 我们就是这样子讲话哦 我们真的是这样 那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情况式 你说好啊 那我们来讲 就是这样子耶 男女明星的婚姻生活 也如大众般婚姻大小事有争执 但她们愿意倾听彼此 用心经营 至于怀孕 许维恩说她会继续尝试 也希望这幸福的一家三口 很快就能再听到好消息 我会加油的嘛 然后就是尽力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特特 我就很开心也很满足 只是希望就是 多子多孙嘛 真产报国 这是我们的愿望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